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京剧演员王沛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 我在京剧路上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 现在要请他闪亮登场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口 几乎每场戏吧 都要带着他上场 然口呢 是我们老生行当的标志性的一个符号 但这个符号呢 当然它的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 听我在这里跟大家 嘻嘻到来 老生呢因为是带胡子 带染口 所以我们也被称为虚生 当然这个虚生呢 一般来指就是安公老生为主 在戏台上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颜色 不同式样的染口 这是因为要通过颜色 样式 长短 疏密 来表示剧中人的年龄身份 以及他在那个当下的状态 我们以前提到过 黑色的染口 蚕色的染口 和白色的染口 青壮年到中年戴黑衫 拿今天的年龄来比 50岁以前 基本上都戴这个黑衫 50岁以后呢 这个人呢 这个两病啊 有点发亏 我们叫蚕色 这个人就有点什么呢 就一事无成 两病斑 探光阴 一去不复返 有时候这中年人 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用到这个 惨三 惨三 表示他那个头发 有点花白 到了 比如说 这个退休以后 或者说 花甲之年的老人 要用白三 表示头发都白了 当然这种 是以正常的人的年龄 状态来区分 带什么样的染口 其实有时候 也有这种特殊情况 比方说 奔招官 吴子虚过招官 一夜急白了头 就在一个晚上 换了三副染口 从黑三 到惨三 到白三 形容他 极度焦虑 极度的愁闷 真是一夜白头 那在这个 几个颜色的基础上呢 染口还分出了 很多样式 不同性格和身份的人 所带的染口样式 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到 老生 以三为主 诸葛亮 成功 弥痕 吴子虚 都带三 比如说 老生戏里面的 这个 李克用 沙陀国的代王 这个人呢 好像就跟这个 诸葛亮弥痕 他有很大的区别 他有武艺 而且性格呢 特别的外放 特别的开朗 妻妾成群 夜夜升歌 喜欢喝酒 别人拿不起的拼气 他随手一提 就都提起来 就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不带三 他要带满 表示这个人 性格很粗犷 再比方说 除了老生以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当 是需要带染口的 那就是花脸行当 花脸行当当当中 有几个重要的染口 一个呢叫满 就刚刚说的 李克用带满 为什么李克用带满啊 朱莲寨这个戏啊 最早是个花脸戏 是后来 谭新培先生 逐渐地把花脸戏 改成了老生戏 所以在扮相妆容上 也保留了 原来花脸的那些痕迹 所以满呢 基本上是 花脸这个行当 用的最多的一个染口 大家知道 札美案当中的 包公带的就是黑满 表示他非常的铁面无私 非常庄严 所以他从胡子染口的表现上 可以看出他的性格 脸又黑 皮肤又黑 还带个黑满 这个人肯定是很有意向 所以他是带 带带带这个带黑满 就比方说 李逵这个人很粗犷 很好斗 在满的基础上啊 在嘴这个地方呢 开了一个洞 这个洞底下呢 有两柳 编成了小辫子似的 上面编成小辫子 那么这种染口呢 我们就叫它扎染 经常要捋扎 撕扎 耳朵这个两边呢 立起来两个耳毛 支愣起来 就表示这个人什么 非常的急躁 很鲁莽 我们平常讲话也是这样啊 生气着急 我头发都立起来了 说的就这意思 丑觉的染口呢 就更多样了 以丑的三柳为代表 它也是这样 一柳两柳三柳 但是它那个三柳 跟咱们这三柳不一样 它比较短 又很细 这个染口一戴呢 你就觉得它很滑稽 这个好端端的人 你这个 这个胡子 怎么是那样的呢 一看就很滑稽 所以它这个染口 也是辅助 丑行在表演上 提供给它一个抓手 混面吧 赶紧 累了 染口的种类这么多 也就意味着 跟染口相关的 舞蹈 肢体 表情 动作也非常的多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染口的表演技巧 如果你对于 染口还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讨论 说不定下一期 就解答 你提出来的问题 好 下班